三級防疫期間餐飲店只可以外帶 因此店家推出了外帶才可以吃得到的限定菜色 這次投國鏡頭帶各位來品嘗花蓮在地青年創業好店 提供的溫沙拉便當同時也一起來救經濟 以家為經營核心 強調來家家像回家的家家食堂 在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北極宜花金馬分署 花蓮就業中心 勞動部維新創業鳳凰的專案輔導下 領域日趨穩定發展 不過面對這波疫情衝擊 業績下滑了一半以上 也轉型外帶推出防疫溫沙拉餐盒 這一次的疫情真的是很嚴峻 也是我們這些小新創家面臨開業以來 其實最大一波的影響是 因為都不能內用了 所以我們整個業績的下滑 其實有大概下滑了一半以上 因為光是內用 以及大型團體的團餐 便當這些活動都禁止 所以這一系列的 原先會跟我們訂購這一系列的團餐 便當會議活動 這一整個營收其實就等於全部都沒有了 那可是我覺得說雖然風雨深信心 關關難過關關過 所以也因應這個疫情的關係 我們也順勢呢 也推 我們本來就有在做外帶 那也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我們也考量民眾的需要 因為仍然也有滿多民眾 是沒有辦法自己在家住的 那它的外帶的部分就可以來參考我們的 我們電影的一些商品 讓我們的外帶可以更加的多元化 將13種以上的小農蔬菜等食材 搭配低脂 高蛋白的牛肉 雞胸肉 中捲等主食 推出健康的防疫檢糖檢重餐 所以我們也特別因為 因應這次的疫情的關係 其實我們也有推出一些防疫的 這個溫沙拉餐盒 那它強調的就是說 有13種以上的蔬菜跟食材 那有一個主食可能是牛肉 或是高蛋白的雞胸肉 中捲或蝦子等等 都是高蛋白 低脂肪的這樣子的一個主食 搭配大概十幾種的小農蔬食 那也是互相的幫助 因為我們知道因為疫情的關係 有很多的小農 他們在花蓮的一些耕種 也有一些貨品出不去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我們這些小業者 就是大家一起互相幫助 所以我們也一起推廣一些小農的產品 放在這個防疫的這個溫沙拉餐盒當中 讓民眾也可以選購這樣子 吃得剛剛好 然後又吃到很多的蔬食 又可以達到減糖減重的一個效果 像這個香水金針 然後還有我們下面的一些食材蔬果 這個有機玉米筍跟地瓜 然後秋葵 其實都是在地的小農所生產製作的 風雨生信心 關關難過關關過 業者表示沒有奢華的擺盤 但絕對嚴選食材 支持在地小農栽種的好作物 除了溫沙拉需前一天預訂 還有動飯系列可以當日選擇 宅在家也能吃得健康 有興趣的民眾可搜尋點 本書本事頁家家食堂 藉著蔣幫燕華聯師報導